哈囉,大家好!我是舒暢! 今天我們要充一起我的姓氏的Q&A 我們有準備了一些問題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第一次在什麼時候? 我是上大學了,然後才開始第一次談戀愛 應該是18、19這樣子 當時是跟第一個男朋友 那發生的地點在哪裡? 在酒店 就是當時已經趕不上可能宿舍要關門 反正已經過了那個時間點了 就只能住在外面 那那個男生有沒有 就一些暗示他今天想要或什麼之類的 也沒有啦 但是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會覺得他在拖時間 可能10點還是11點 其實就已經可以回去學校了 那那一天是第一次嗎? 就是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完全沒有舒服感 希望這個過程快點結束掉 因為你只有痛感 他用幾個姿勢? 沒有,就只有穿掉 就從頭到尾這個樣子 對對對 因為他知道 我知道我是第一次 可是就沒有 不可以太誇張 對對對 也沒有弄太誇張 第二個問題是 請問一下 你的敏感點在哪裡? 我相信很多觀眾想要知道 就是 印第 那個痘痘的地方 可以直接講出來嗎? 印第 因為大 對,大多數女生沒有插入式的高潮 但是那你的高潮 基本上百分百都會有 觀眾們掌心之事 而且第一次高潮是我自己找到的 是我自己跟玩具找到的 是我自己跟玩具找到的 而且當時還不知道是什麼 就突然間有一個 跟以前從來不一樣的感覺 你有辦法形容出來嗎? 比如說腿軟腳嗎? 這種的 像不見你 因為他的觸感是在下面 然後開始往上爬 所以在急著一直往上爬 爬到大腦這裡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他衝到大腦裡 所以要順便炸開 一直到看那些小黃文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一個描述 太誇張了吧 但是自己感受了以後 然後這個是真的 就是你能感覺得到 他的神經一直在傳遞的 那種感覺 從下面一直往上傳 好女喔 那時候你覺得 發現新世界了嗎? 發現新世界了 OK 那我們順著這個高潮往下講 印象中最闖一隻心愛 有沒有達到這個感覺? 因為我的能夠達到高潮 就只有營地高潮 我沒有查入室的高潮 所以他要達到這個高潮 我就只能用玩具 或者用舔 有能達到嗎? 可以達到的 因為我是男朋友的話 我要逼他達到的 你的手一直在按那邊 沒有 我要很詳細的教他 我不會硬啦 你可能剛好在舔的時候 然後手直接壓在他的頭 你跟男生想要做 不過我不會硬啦 我會指導他 但是印象中最舒服 就是如果說性愛來講的話 就是在男朋友家裡面 然後也是很常規 就是傳教師的姿勢而已 但是當時速度很慢 而且這個人他是有感情加成的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很容易入迷 或者著迷 如果他速度快的話 我反而可能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如果他只是隨便了事 很快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覺得你自己自己一個充氣娃娃 會呼吸的吹雞杯 會呼吸的吹雞杯 還有一個就是 我當時有一次女上的時候 就比如說這個是男生的下面 然後這個是我的宮頸口 通常不都是這樣子去接觸嗎? 對 但我發現你這樣子把它盯住以後 然後再摩擦的話 我覺得很不一樣 我覺得男生也會覺得很不一樣 是嗎?這個時候是我有一次 在女上的時候找到過 但是後來很難再找到這種感覺 你以後就是 不好意思導演 我要女上 我現在想找一下 你有一夜情過嗎? 我不能夠接受這個事情 不能夠接受 那如果今天真的要的話 你會希望這個一夜情是怎麼樣 或是這個對方 肯定是怎樣的 就算他長得很帥 身材很好 嘴很甜 也還是真的不太 我的意願可能只到百分之 最高的 五六十那樣子 反正感情還是最重要的 好 ok 下一個問題 有什麼樣的知識 你絕對不能接受 我不是很難接受的 就是粗暴的指教 因為有很多男生 他的啟蒙是從APM來的 日本的APM好像一定都會有這一part 嗯 不行 就是光看到都令人不適的那種 更別說你是接觸得到 就只有痛感 還有一個心理負擔 就是你會想衛生 所以衛生的問題也是會 可能中途直接冷掉的原因 那有沒有建議 如果真的很想要 手指觸碰那個地方 可能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比較好? 先溝通 如果他女朋友覺得ok的話 那就ok嗎? 那如果不ok的話 他可能會建議 先套一個套套 試一下這樣子 有那個指套 現在都很買得到 我說實話 可以挑兜到女生下面 舒服得 少之又少 很少 你能聽到不要集中在手指頭身上 就是集中在這裡 就比如這個地方 你不要這樣子去啊 不要這樣子 好 欸 不用講太多了 我覺得我這麼可以 當出費內容 哈哈 不要講太多 下次就直接開課教 這個也不一定是付費內容 可能會單獨出一篇 我個人這樣的建議 技巧上的建議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對方做了什麼樣的舉動 會讓你原本可能熱情如何 然後突然瞬間忍掉 因為我這個人不主動戴套 我覺得真的是大忌 但是你不覺得幫對方戴套是一個小機具嗎 可以啊 但是總是要你去講 我懂 我懂 很下頭 攝影忍掉 就是這個 真的假的其實很容易開 真的假的 這樣子動動 其實周邊是很容易有小傷口 因為我們有高度差嘛 你想想 你們是不可能這樣子進來的 你們是這樣子進來 就會戳到這裡 這裡的皮本來就要薄 所以很容易把這裡會弄得有些 天啊 沒有充分的濕掉 然後又有高度差 可能你的尺寸要比較大的 那 基本上是百分百會 一點點小傷口 你有什麼樣的個人癖好嗎 個人癖好我覺得 我很看重 穩計 如果他穩計 不OK 就算他後面正希很厲害 我可能就沒有很想要開始 久而久 這就是可能會很打擊熱情 而且不要停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場景裡面 因為有一些人他是在那個什麼 商場的廁所 如果是廁所的話 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歡 因為我味道明白 其實如果剛好麻辣有人在家 是的話 我會覺得很冷欸 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處於ASM的關係之中 你是S還是M 我覺得我沒有傾向 因為我覺得 罵別人的話 我又很不忍心 可是被別人罵的話 我又很生氣 我那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你莫名其妙罵我的話 我甚至會 你為什麼要罵我 就剛好觸碰到你本身在做的時候不喜歡的點對不對 那如果講那種Dirty Talk 可以嗎 Dirty Talk我應該可以 但是 他會一直叫你叫爸爸 我是沒有太有感覺 但是如果他想要我這樣子配合的話 我也可以配合一下他 我們可以演一下 就是叫爸爸 不可以耶 這是付費的內容 好 那句付費內容看喔 不好意思 但是打一下屁 抓一下頭放 我覺得還好 那你在拍片的時候有遇過這樣子的 我還蠻幸運的 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覺得 哪個男優是需要被通訴的 除了一個以外 下手名字 這可以講嗎 可以講 如果不行我們就B掉吧 不會 因為我拍的片數沒有很多 所以 那你是一定特製到是誰嗎 對 我只跟他拍過一部 他的點沒有在於把我弄舒服 或者弄什麼 而是我覺得他可能沒有很規矩 怎樣的 就是原本可能我們拍平面的時候 其實他不需要摸到我 可是他會自作主張的摸到我 就是他從一開始就沒有表現 有禮貌這樣子 禮貌是有禮貌 但是有一些小舉動是你 我作為當事人會知道 可能旁觀的人都不會知道 我好像有講過 我覺得這個人不是很規矩 對 我覺得這個人不是很規矩 然後後來他就沒有跟我們做 對 小心 我只要跟我投訴就沒有跟我們做 那以上就是 姓氏片的Q&A的內容 然後下一篇呢 我會出一個 我自己個人的戀愛篇的Q&A 應該會講一些 比如說 我桌尖在床 MTR這樣子 真實劇情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家可以分享 如果有其他想要問的問題 可以在留言區問我 然後我會收集起來 定時的做Q&A這一個欄目 OK 好 記得訂閱按讚 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拜拜